有外资证券行预计 如果俄罗斯会全面入侵乌克兰的话 美国和北约就可能对俄罗斯 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 联储局有机会就会暂时 然后原定价值计划 你觉得这个局势升温 然后联储局减慢 原先吹风吹得很厉害的加息步伐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其实不一定要只是因为打仗 所以联储局才不需要那么急去价值 因为其实你想想在大约两个礼拜前 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两个礼拜前 突然间有个星期五我们分井 回到来就看到美国的CPI很厉害 所以有机会就是三月份一口气要加50点支 当时利率期货在太先的就是说 最高去到100% 但我们分井回来到80多个% 80多个%之后一定是 但其实我们有说过 距离联储局议息会议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其实去到这一刻 还有差不多接近四个礼拜的时间 现在最新利率期货市场就显示着什么 三月份一定会加息 但是加50个点支的可能性 落到只有16%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呢? 当然说着打仗风险是其中一件事 但其实我相信包括联储局官员在内 都不肯定会不会打仗 就算拜登自己也不敢肯定 但是问题就是说之前为什么会去到80多个% 原因是纯粹因为James Buller 一个叫做市场上最极端言论的联储局官员 还要他有投票权 他说7月底前要一口气加 要加1厘左右 所以导致利率期货派向你一样 但问题就是可以三月加一次 五月加一次 六月加一次 七月再加一次 所以其实要留意 如果你看整个去到2022年年底 联储局会加到利率去到什么水平的程度 在这段时间就几乎无变 但是步伐加的速度 究竟是按Pratta 即是每个议息会议上面加25个点子 还是先加得快后加得慢 这个市场就最关注着这一件事 而近期一些通胀数据 经济数据上面显示着 比较市场认为 就不需要那么急一口气加50个点子 所以只是说短线的震动 可能借着乌俄局势这些借口 认为不用那么急去加息 但是又要落到 这一刻虽然只剩下16% 但刚刚我们也说了 去到三月中 还有差不多接近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 你不要想到这么复杂 如果你纯粹博这一件事 会不会加50个点子之以来去做部署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好处 或者特别优势的地方 如果你看乌俄局势上面 你都不需要提美股 一个港股上面有很简单的指标 你看俄女四百六 近期的走势上面 已经是反映的 告诉你市场是担心会有制裁因素 是担心随时状况有机会随时转叉 但是问题就是 同样地要去到什么状况 我们说过联储局加息不是世界末日 同样地 对乌克兰的局势上面紧张 也都未必会到世界末日 最重要就是俄罗斯会不会登兵 接着北约会不会打完一份 会不会发展到去到 可能世界大战三 有些人说We're War Three 去到这个状况 当然什么都要跌 但可能最终的状况 就像敘利亚当时那样内乱 然后又搞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市场人觉得这个剧本发生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对付了 对付了 对付国人 Isab三 还得受了 对付本来 对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